晚上真的很多 帶你持續來關注這個山陀的颱風 在台南這邊受到的影響 入夜之後 其實台南這邊的風雨是有明顯增大了 儘管呢 雨是還是一陣一陣的 但沒有雨的時候 這個風啊 其實還是蠻大的 那麼現在吃飽飯後 大家在家其實真的待不下去 我們帶你來到了台南的KTV這邊啊 根據業者剛剛是說 大概在8點多過後呢 民眾可能已經吃飽飯了 因此呢 是揪了朋友 要來寬敞一整晚 那麼目前定位已經達到八成滿左右了 待會晚上過後呢 可能陸陸續續還是會有不少的民眾要來揪團唱歌 因為颱風天今天休假 明天在台南這邊呢 是持續放颱風假的 因為這個山陀的颱風就在我們的家門口了 預估呢 是明天清晨呢 有可能會在台灣的南部這邊來登陸 而雖然說這個強度啊 可能已經慢慢的減弱當中了 但這個結構整個呢 還是算是蠻強的 因此呢 氣象署也提醒說 不排除可能會有制災性的強風以及大雨發生的情形 尤其是啊 這個瞬間強風刮起來 可能會達到13 14級以上的這些強震風 要提醒民眾啊 如果晚一點點 你要趁著這個風雨空檔 要來唱歌 歡唱一整晚的話 還是要注意自身的安全 然後就知道 what everyone會感到的 另一個想法 賺職 中文字幕提醒您 太誇張了 認同一份 賺職 中文字幕提醒您 太誇張了 每節日的血統 兄弟、 Alejandro、斌思雙